第10 場 跑二班千八米 我猜這場也有前戰馬 步速未必會太慢 既然有二號街藤區 另外美麗經典也有拳放 還有聲韻明雀、電腦二號 這些都是屬於前戰馬 希望步速不會太慢 手轉方面 與其熱門的三個天池怪盒 我覺得這隻馬的跑法都很彈性 會上一場這樣 前面有快放馬走掉 他就跟後一點 當然那場是輕磅一點的 如果再計算前一場 那都是可以跟前一點的 跑千八米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的跑法會彈性一點 剛剛提及到 雖然這場有 要顧慮一下 就是磅位 這次加了10磅 但是這隻馬 也算是立立了一個穩定期 好了 看看上一場賽事 他跟陸寶一起穿個Q 093總場次 天池怪盒 6-3 指眼罩 另外陸寶就在旁邊 都是省了位 這次排四檔起步的天池怪盒 預期都可以走個3位 跟前或是留後一點 應該都可以不需要太過洩位 而這隻馬 其實上季 如果大家可以找些影片 都有的 都有提及到天池怪盒 在外地 都是喜歡奧紐僵城 長僵城 所以他曾經在跑的大賽 都請過我偉紀力去左陣 但是 我記得就好像 要臨場換人 再換到李保利 但是如果 如果計算這批天池怪盒 在香港跑得比較好一點的場合來計算 上一次的史卓峰 或者之前的潘頓 都是挺適合這隻馬的 如果這場步速有得追的 所以天池怪盒要選的 之餘裏面的六寶 我都會要他 始終 希望他立足了穩定期 不過這次的六寶 的磅位 再加重 再多些 所以我放在第四選 如果整體上 臨場好理前置的話 前置馬 我還是放在喜言其聲 因為他有更多的器量要求 證明過 而且這個狀態 這個大嵐馬 似乎 上一場 用過後衰的方法 都拍得好 我覺得 初出那場 千八這樣狂放 是有些幫助他開氣 提升狀態的 所以 前置那堆我選了他 而另外 臨場如果你追了 我就會放下 起言其聲多些 放回四通八搭 和任何行進去 四通八搭 上次頭一150回復出 雖然做了很多狀態 做了很多功夫 但他只是輸給一隻 在銳上來的幸福笑容 跟手發步速 回來肯追 似乎 四通八搭 有些進步的表現 阿塞這麼快可以拿出來 都要相信他 那個連拼的能力 令他任何行 上一次 轉彎踩油 我覺得都沒什麼 說錯了 當然他的賽職還不算很硬 因為左右旁邊的 都是雙八旗 和共創歡樂 但這次的優勢 叫做減了些榜 還有有何制宜的幫忙 還不至於太過差 功力 所以 放在做邊線配腳 所以我自己 就在形式上 給他一個綠色的心心 臨場再執生這些馬 是範圍之內的 如果你說四選主力 核心範圍 三個天池季俠 四個天然其升 十二號四通八搭 和一號六寶 就是波仔的選擇 好了 今次 十場賽事的 心水選擇 略跟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當中有哪匹馬 你覺得 那個point 或者說得對聽動聽 是對你的嘴型 不妨可以先把他拉起來 有時候 未必跟我的次序 當中哪匹馬 可能自然調色 不是滑頭 但是 盡量把自己的馬 心水 或者選擇他的理由 先給大家參考 因為時間還是上早 好了 如果你在賽前 看到第三至第十場的 短評分析 麥波仔 代表堅仔 上上下下的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在賽後看到這段影片 不要緊 你覺得 都好用的話 歡迎下載我們堅仔 也可以參加我們的收費計劃 另外 用到有什麼不熟悉的話 使用手冊 聯絡我們 當中有文字 圖片 在我們的網頁 YouTube 甚至乎 Facebook專頁 都有同盟屏幕 介紹給大家 怎樣用我們堅仔的功能 現在太早時間了 沒有賠率 我 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 賠率方面 都比較多 功能 可以給大家 即是功能 可以跨到 哪一條連勝位 是你選擇的馬 有時候真的一目了遠 跑得太密的時候 不用逐格逐格找 就方便很多 好了 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稍後時間 下次賽事前 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